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复国和强军统一 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市场人士表示可以预见 在军民融合成为国家战略之后 政策的实质性推进将加强和加速 军民深度融合有望取得重要的突破 二级市场上 军民融合国家战略将围绕三条主线寻找投资机会 一是军工通信相关公司 包括北斗产业链和海底光缆等细分领域的上市公司 二是受益于地空空域开放的通航产业链上市公司 三是其他已经获得相关军品供应资质的公司 尤其是电子、信息和材料领域具有独特优势 毛利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 概念股方面 可关注唯一具有卫星制造能力的上市公司 中国卫星 还可关注卫星地面设备提供商 包括华丽创通、海格通信、北斗星通、国藤电子、中海达 卫星应用系统及运营商 包括四维图芯、超图软件、合众私状 以及海缆相关上市公司 如中天科技、亨通光电、通光线缆 此外,民企参与军品供应店也将受益 包括高德红外、海蓝信、东土科技、机器人、博云新才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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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